好 好 好 歡迎收看 《光樂時作星》 到後世平常驚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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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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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很久沒有 蘇貞好 謝謝 瓜哥 蘇貞好 這邊有新的喜訊告訴大家 被發片了 最新的單曲 《對我好》 已經在3月26號正式上架了 可以到各大音樂視頻 大家都可以收聽到 對 團體 比賽出來的 比賽出來喔 每次上節目都 上次也有來宣傳 第一波的單曲 就是第二首 單曲的名稱叫什麼 叫《對我好》 新一首快歌 《對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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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從團體開始走向個人 對... 第二波 他以前是團體一樣 就 就凱希 翻得像TWiKo啦 好像要吃飯了 TWiKo飯 TWiKo 我們的腦筋沒那麼好 就以前跟凱希 斯亞 他們都... 對... 斯亞不是上一集有的 對... 怎麼這些人 旁邊打轉啊 這邊已經很久沒見到 對... 董哥好 還有CSIC 對 這是我們前兩年 推出了第一季 然後受到歡迎 這次又推出第二季了 品質很好 也有看過這個戲啊 真的啊 對啊 它就像美國的這個 什麼... CSR 換作全台灣版的 我剛剛說這個人怎麼找那麼... 你們哪裡找得這麼像李昌玉啊 對... 李昌玉博士本人啊 什麼是他 李昌玉博士本人 什麼... 真的... 對 然後給我們很多專業商的建議 對... 這個需要啦 這一部是第二季對不對 他第一季的時候 男女主角跟男配都是入圍金鐘 在這邊 他得獎了 他有得獎 然後... 竹根姐跟蕭恩哥也有入圍 對... 真的很像警官 他是... 講得滿像的 見識人員 對... 第二季也是這些人 有加新的角色嗎 有... 熊熊... 熊熊... 不是受害者嗎 沒有 我是演士賢哥的助理 對... 對 就是檢察官助理 幾號要播出喔 3月27號 對... 3月27號 總是 見識英雄 正義之戰 按 好 講了 23月27過幾天 他就是連假了 對... 親民連假大家都會去哪裡玩呢 如果沒有出去玩 當然要看正義... 對... 正義之戰 對 那如果出去玩 有沒有建議大家到哪裡去玩 我推薦一下好不好 對... 我之前去那個德國的時候 我發現一個地方好漂亮 叫那個... 我去過我去 那個地方喔 不只說他整個城堡很厲害喔 他是沿路他的風景有沒有 然後我剛好是冬天去的 然後又下雪 然後整個這樣子雪地 然後還有湖還有樹 你看 所以我去的時候拍照片 好美喔 超帥的 我也是過年去的 就差不多這個時候 超美 對... 然後整個城堡都很漂亮 你要進去裡面參觀對不對 對... 然後還有馬車可以搭 可以帶小朋友去 然後可以體驗搭馬車這樣 對...他真的很像迪士尼那個 對... 可是去年那個起碼要十天假才去 德國耶 有一點遠啊 要先先規劃一下 你春假如果沒有... 一般是個年假比較多 如果是五六七天五六天 再請假的啦 對啊 除非你連成那麼多假期 對... 那個不是五六天可以去 那以後台灣建議 我安排比較短的 對 如果比較... 你不要隨便比說 假期時間比較短 年假如果說時間比較短的話 我建議可以去到 而且那個時間 大部分大家都想說看櫻花 其實九州櫻花開得比較早 對... 所以我們現在連假去的話 剛好可以看得到櫻花 那看櫻花之餘 可以去一個地方叫 在日本宮崎縣 它這地方鬼斧神宮 你看到整個地形 是因為以前是火山地形 然後河川在沖刷之後呢 就形成這種感覺 那你可以花半個小時 兩千元日幣的錢 就在底下滑小舟 滑過...你看那個頭上那個石橋 在你正下方 你滑過去的感覺 你就真的是在大自然裡面長腰 它全長大概二十幾公里 那個區域的話 你就可以跟家人 朋友 情侶 一起在那邊滑船 然後看看風景 非常地清涼 是... 你那時候跟誰去 一個人嗎 跟那個... 前女友人 太浪費了吧 對...如果說誰 真的一個人去到九州的話 可以找孟多一起 很多 但是有很多 我認識周邊都是一個人旅行 對... 我的助理就常常一個人旅行 對... 感覺很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超美... 太美了啦 好像東方快車 好像電影的劇照 他一個人去喔 大冬天 那種大雪紛飛 很多那個... 其實他有碰到台灣愛好拍照的 好美喔 好像一直有 很棒耶 很棒耶 好像明信片 一個人能相處 實在是滿厲害的 我才剛... 我才剛一個人去紐約回來啊 其實一個人也還OK 對... 就一個人你不用擔心自己的旅伴說會... 他要去哪邊 你不想去 你不用擔心他的想法 可是就是比較怕安全性的問題 安全... 男生可能比較... 所以說真的喔 這女女群一個人去喔 大概第一天就失蹤了嘛 對... 真的很危險 我也是... 對... 但是... 沒有啊... 所以啊... 你是比較適合一點 我一個人... 大家都怕我了 小小眼 剛去蒙古回來啊 對 蒙古... 我覺得如果你們年下想要去 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推薦外蒙古 因為我這次去就是對蒙古改觀 你看... 就是你看... 你很像在拍童話故事 你不覺得很像冰雪奇嗎 我跟米露拍照 對啊... 好可愛喔 而且那米露超乖的 然後重點是因為外蒙它那邊比較冷 所以它冬天的時候 它的湖面都是結冰的 我沒有看到流動的水 然後它就可以在冰上面 比如說狗拉雪橇啊 然後馬啊 就是騎馬啊 騎駱駝啊 就是任何跟動物有關 你會覺得你好像在Discovery裡面 可是住的飯店是什麼 民宿還是什麼 它有一般的飯店 然後我們也有住蒙古包 就是你可以體驗不同的生活 就是還滿特別 那蒙古的話其實也... 因為我這次是去十一天實驗 看到沒有 差不多了 可是其實不用去那麼多天 我覺得大概一個禮拜可以 差不多了 對 如果你能拉到這種假期去 是OK的 就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不過現在大部分都是去 閃明比較多 對... 歐洲應該是六月才去 因為歐洲的法國六月會開始 一分六月快到 六月打折了 對 我介紹的地方也在歐洲 是...來... 這個是倫敦近郊的一個小鎮 叫巴斯小鎮 那就叫Bass Spa 就跟洗澡有關係的 就是羅馬人那時候去打英國的時候 發現一個溫泉 然後就在那邊蓋了一個洗澡的地方 那那個地方就是 你隨便相機... 我跟你講... 歐洲沒有一家教堂不漂亮 真的... 從捷克、德國、法國、英國、瑞士 教堂 拍起來都是太美了 怎麼拍怎麼美 所以還是不夠時間 對 你時間不夠嗎 對 你如果有年假去 你要安排比較長的時間 對 短的為什麼大家在亞洲排嗎 對 因為只有五六天嘛 對 好 接下來我們進行歡樂解讀 謝謝 可以提示不要講答案 好... 一棒、兩棒、三棒 注意看喔 第一題 沒大題是20萬 第一題請出題 好 請說出以下的 港式點心名稱 完了... 三號蝦餃 恭喜答對 二號是那個嗎 哪個 是 港式 港式 海南的啦 港式什麼啦 我看不懂 猜別的啊 四號 四號很簡單吧 四號什麼... 吐司 不是... 它應該是什麼 什麼低的相反 一個動物 一個動物 國家 一個高牛豬 你要不要先猜一號啊 一號最簡單啊 一號那個... 對啊 它類似先是 收辣 不是 好評你真的... 港式啦 你不要老 一號是一個... 它比較像雞腳洞 雞腳洞 的東西 有什麼... 什麼爪... 那個風爪 對... 換我嘛對不對 對 五號是不是 錯 謝可華是一個 港式 五號是... 第一個就是這個 插燒 插什麼 好 我們說 海風妖國 不是吧 不是那個... 對...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 花燒 插燒 我們奪不是贏就是什麼 輸... 恭喜答對 雲喔 四個 第四號 好難喔 第四號是馬來高 恭喜答對 豪平 豪平來... 我跟你講 好冷靜 二號端上海都會有 外面有 葉子 好不好 那個什麼 第三個字是什麼 雞 雞嘛 外面是用什麼包雞喔 農米雞 沒有 他講對了 農米雞嘛 時間到了嗎 這個都很簡單好不好 這個超簡單的 很少吃港式的 對啊 很少吃港式的 紙包雞是有點像義式的 義式的那種香草烤雞啊 他送上來就像我們粽子一樣 就打開來對荷葉 對荷葉包著啊 農米雞啊 難得我那麼聰明 第三個怎麼像蟹殼黃 對啊蟹殼黃是圓的 而且有蔥耶 拍子 愛說吐司 好 謝謝三位 試題第二組 來 你們請就位 好笑耶 很難啊 對 還有信心 看你多久啦 好 很難啊 請準備囉 好緊張喔 請出題 好 請說出一下 壽司的種類 蘇達 對 五號 手捲 恭喜答對 祖珍姐 四號捲壽司 三號軍艦 恭喜答對 蘇達 一號 一號 握壽司 對 恭喜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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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真的怪我嗎 太扯了啦 不是什麼壽司... 對啊 這給我打多少 五個都會 我日本照三餐去耶 那我問你三號是什麼軍艦 是什麼 三號那個是鮭魚卵嘛 鮭魚卵 對 鮭魚卵 不是明太子喔 不是明太子 明太是更新一點 還要逼他們把那個名字講出來 閃壽司 閃壽司它沒有名字 就叫閃壽司 對 因為它有很多種類吧 閃壽司是日本的漁夫 他們那個漁捕上來的時候 有些碎肉 他們就順著那個肉 一起弄出來 對 就蓋在飯上面對不對 對 這個他們五題才22秒 恭喜你們獲得28 好厲害 謝謝 謝謝 接下來不用換組別啦 你們先攻啦 可以換位子啊 你們先攻 第二大題啦 有想要換還是 第二大題也是一樣 來 請出題 請說出夏列克服的名字 好難喔 你知道嗎 我知道 2號甘地 我只知道2號 恭喜答對 熊熊 熊 1號是那個華盛頓 恭喜答對 蘇達 5號第二 這個就是 5號你會不會比較 然後那個 快的相反 慢 對 然後 慢得啦 很厲害耶 5號李光耀 恭喜答對 4號是那個 戴高樂 恭喜答對 你怎麼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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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號是最難猜 但是4號是法國人 對啊 你們想因為猜拿破人 但是又不像拿破人 你怎麼會知道啊 戴高樂 其實你如果常出國 法國的機場 就戴高樂機場 就是法國國 新加坡李光耀 曼德拉 對 南北 甘地 幾秒 30 這個越來越厲害了 曼德拉 我不知道 很厲害 還好 來 接下來換組 好 厲害 信心全師 壓力 壓力 30幾秒 登輝哥 你壓中間 你壓最後一半 你們這邊也沒有投降 輸一半 沒有 可是你那麼厲害 你要在這裡嗎 沒關係 我們還可以互相提示 你要提示要快 登輝哥不要再效果了 我沒有錯 我真的不穩 請出題 好 請說出下列 補點音樂家的名字 尹龍 1號是貝多森 不是 2號是貝多森 3號是貝多森 他不是李德頓 莫扎特 幾號 1號 2號 3 4號 5號 恭喜答對 1號 1號8號 恭喜答對 尹龍 還有什麼... 8號 2號啊 你給我一點提示 小方是不是 2號小方 對 可是他剛剛講 我自己也講出來 對 你不行 2號 4號是誰啊 沒有啦 4號給黃鐙輝了 不是 這個誰啊 我音樂家已經都出來了耶 這個誰 蘇滿嗎 很有名... 不可以直接講什麼 隨便講什麼 2國對不對 開車他叫什麼 那個... 你加什麼油 什麼司機對不對 對 加什麼油 才可夫司機 對... 太可惜了 開車就叫司機嘛 我果然是音樂人 你手擺 因為他蕭芳講的答案 我太急了 我太急了 我剛剛講提示可以提示 但是不能講到名字 所以他們不管秒數多少 這題就變4題 就頂多少 真的啊 所以2號還是你們囉 對 這種東西就是你音樂家一直猜嘛 對啊 一直猜 一直猜到一個 莫雜翰剛好拍他T5 但是我們... 但是我們可以認一認 我們可以認一認啊 柴可夫司機 俄國人 比較接近現在的 其他的都是靠畫畫出來的 我認出來就是巴哈啦 貝多芬比較好認啊 因為... 貝多芬的脾氣比較... 貝多芬你還從一數到五個 三數到三... 一數到三... 然後莫雜翰比較年輕嘛 因為他就是那個音樂聲筒 是 然後巴哈好像是音樂之父 所以用年紀來... 年紀會大一點 對... 好 接下來呢 你們就不用換組了 你們先攻啦 你們已經有40萬了 Yeah 要看你們啦 搶這20萬了 我們至少要有20萬 至少拿20萬 記住不要太急 把答案講出來 有要換位置嗎 還是... 要... 要換嗎 轉位一下 換我來這裡好了 第三很難耶 你們這組看起來應該得40萬 結果40萬是他們得的 來 預備 請出題 請說出以下在台灣景點所在的縣市 掛了... 我知道 那個... 幾號 柏朗大道在台東 幾號 三號 恭喜答對 第一個那看起來很像是屏東耶 1號是屏東嗎 錯... 太紅教堂 是比較... 等一下我先看2號 2號宜蘭 恭喜答對 對 恭喜答對 完蛋了 5號啊 5號在高雄 錯了 所以你有了 5號 恭喜答對 豪平 1號是高雄嗎 恭喜答對 好 有機會 有幾秒 我們有機會 32秒 32秒 32秒有機會 我們就看來宣傳的 會不會有一點良心 讓我們至少拿20萬的 對 對 我今天弄線還不錯吧 所以你轉運在宜蘭 在宜蘭 對 他們蓋新的啦 對 然後像彩虹教堂 在高雄的奇津海邊 是 它其實是一些婚紗 台東是金城武術嗎 對 不讓大道 那個高橋杯是在嘉義嘛 對... 屏東燈會不是講尾一層 對 對 所以應該在... 32秒對不對 如果能夠警覺以前25秒 對 這個剛好可以提供給觀眾朋友 如果廉價的時候就可以 可以出來一玩 台灣其實廉價也滿好玩的 很美的對不對 來 該你們了 請就位 來... 可以... 可以... 接下來這一組 如果再獲勝就是60萬 好 請準備 請出題 請說出一下 知名景點所在的國家 那個帆船面是不是 國家... 國家... 國家不是 印度嗎 不是... 石油... 大甲土美國嗎 可以 好 那蘇貞姐 那個... 阿拉伯 4號阿拉伯 恭喜答對 2號澳洲 恭喜答對 兇兇 馬丘比丘是那個哪裡 那個... 就是那個 你最喜歡吃什麼... 不是... 胡鬚... 胡鬚章的那個 什麼... 什麼肉飯 滷肉飯 對... 馬丘比丘是在哪裡 蜜滷 對 對 可以講到 什麼意思啊 哪裡啊 是意大利嗎 不是 該誰答... 其實到我... 在伊斯坦堡啊 這很明明 伊斯坦堡嗎 采可富士基的國家 我真的不知道耶 不是啦 吳鳳... 吳鳳是哪裡的 吳鳳... 吳鳳... 火雞... 火雞... 那我也知道 火雞... 火雞的英文怎麼講 這是第二個字 這個什麼 你什麼 蘇貞姐 有一種冰淇淋 不是不是 第二個字 有一種冰淇淋不是會一直不讓你拿 周杰倫有一首歌 那個不是意大利嗎 不是 好好笑起來 那個叫什麼 火雞的英文 火雞的英文 趕根姐吃了火雞的英文 Turkey... 好 不曉得 怎麼那麼難 火雞的英文 火雞的英文 我這第二個字是這個 第一個是泥什麼 泥土的土 土耳其毛 對 好 總共幾毛 那個... 你還說 武鳳是台灣人 我說中國人 沒有... 武鳳的那個字 對啊 為什麼 武鳳是土耳其人 武鳳是土耳其人 是澳洲的 對 澳洲 你說的是... 你說的是土耳其人 對啊 是地球土耳其人 它就是因為它那個土質啊 含有豐富的鐵粉 鐵質 所以它洋化以後 那個土就呈現紅色 它也是世界的遺產 世界遺產之一 鐵粉 對 鐵粉 馬丘比丘是... 以前是世界七大奇景嘛 對 世界... 東東 東東 東東是在那個... 復活節島吧 智利啊 另外一邊 這個不是... 對 它是遺址 馬丘比丘是... 而且Eason最近才剛去啊 Eason跟李懿他們一群人去... 過年啦 過年 對... 對 聯合國大公國 是那個杜拜的帆船飯店嘛 對... 美國大峽谷 對... 好 接下來你們是 你們是40萬 你們A組啦 進行A組40萬 獎金挑戰賽 英雄反賞還滿多的 對 豪平 40萬 豪平好賺喔 黃鐙輝 鐙輝18 沒有我 我在餓熊 熊熊 好像21萬 21萬 你看 有三個人曾經上榜 對 希望大家加油 第一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一 正稅 二 側稅 三 趴稅 就是你正的稅 還有側的稅 還是趴的稅 來 請出題 睡姿對健康有很大的影響 請問夏列哪種睡姿 竟然可以幫助預防腦退化 幫助排毒呢 哪個睡姿比較好嗎 計時開始 我好像有看過 好像是側稅 側稅對不對 側稅嗎 但是我一直聽到的都是側稅 真的假的 反正不是趴稅 不會是趴稅 幫助排毒 不能趴稅 側稅吧 可是我覺得健康的話 一定是側稅 因為剛剛突然想到好像 我現在很猶豫耶 沒有 我看到各種的資料 都是說 真的假的 相信正稅 好 相信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側稅 側稅 好不對 選擇 要插花 暫停不檢 請選擇 請選 側稅 放在上面 好 A組選側稅紅色的 B組 插花組請講 我們也是要插花側稅 對 因為鐙輝哥說側稅 是回到嬰兒小Baby睡覺的那個模式 就在胎兒的時候的樣子 對 他是我們三個之中唯一養過小孩 他知道這樣側稅 1到5萬 我們要 5萬 5萬 情節 側稅 大手筆喔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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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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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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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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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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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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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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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我們最近也聽到 旁邊有人在聊這件事情 對 聽到有人講這件事 就那一位嘛 那一位算了 這方面 這隻雪貓叫很紅啦 對 貓爪很貴 五萬啦 哪兒撿 五萬 群撿 星巴克上架限量的粉色 雙層玻璃的貓爪杯 由於造型獨特 可愛又療癒 一夕之間爆紅 開麥當日還有民眾 在店門外搭帳篷 一開門就瞬間湧進狂搶結帳 兩分鐘之內掃光了 這場搶杯行動 被戲稱為聖杯之戰 由於一杯難求 讓民眾搶得頭部血流磨 你知道上海的星巴克 有多大一間嗎 超大 兩層樓 超大 七間店 非常兩層樓啊 接下來進入第三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一 防腐劑 二 水混 三 空氣 請出題 便利商店的麵包琳琅滿目 但放在家中三天 竟然不會發霉 請問不會壞掉的關鍵在哪裡呢 是 防腐劑呢 還是水分還是空氣的問題 計時開始 防腐劑嗎 防腐劑不經常發霉 應該是不是防腐劑吧 三天嗎 水分就是空氣吧 應該是空氣吧 我覺得如果是防腐劑 空氣吧 因為它都飽飽 對啊 它是真空的嘛 有可能啊 對啊 我們都有吃了多少防腐劑啊 那應該是空氣 因為水本來就是會容易發霉 所以應該不是水 而且以前我們不是那個什麼 肉放在那個玻璃瓶裡 它會腐爛 就是因為跟空氣一樣化 對不對 倒數其實是難的 我覺得應該是有的 對 三 四 七 六 空氣是陸 是嗎 是嗎 先放好 空氣 A主選空氣 B主 插花主請講 我們覺得是說 因為其實就像是零食 它會沖氮氣這樣倒數 它空氣 它裡面 因為很多細菌都在空氣當中 它隔絕空氣才有辦法隔絕 細菌的滋漲 因為我們認為是空氣 空氣 它也隔絕水啦 如果這樣 但是麵包本身本來就有水分 你麵包完全沒水分的話 就拿出來 沒辦法沒 但很難吃 對啊 就硬掉 所以我們覺得 空氣 兩萬 來 撿 請撿 空氣 三 二 一 三 三 三 是誰 是不是 我剛才就說水分 那你幹嘛跟你拉起來 沒有堅持 但是你可以安心吃 它沒有防腐劑 對 在2008年到2016年 抽驗超商麵包的結果 皆為減出防腐劑 秘密就在控制水分含量 以及密封包裝 超商麵包都是由中央工廠所生產製造 再加上麵包經過180到230度的高溫烘焙 減少所含有的微生物 並會立即使用密封包裝 不過過期麵包表面雖然看起來無恙 內部可能已經有微生物的滋生了 因此千萬不要放到過期 是 它因為過期就不 它沒有辦法擔保在過期 有人可能過一兩天 不要浪費 趕快吃 對 因為我們覺得過期好像 不要 也沒事 對啊 沒差那幾天 水分啊 來 謝謝雄雄第二棒 好厲害 還好我們一跳 好厲害 好厲害 現在B組有28萬 A組第三題熊熊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1 唱歌 2 使用交友軟體 3 玩手遊 請出題 誰說生病的人只能病奄奄的呢 病人做哪件事情 可以提升免疫力又抗發炎呢 計時開始 生病 我太難了 生病看你是用交友軟體 還是手遊還是唱歌 會馬上到 提升免疫力 恢復你的魔力 是怎麼發炎 感覺應該就是唱歌吧 那你如果生病 我約你去唱歌 唱歌嗎 生病怎麼唱歌 生病就沒聲音要唱歌 可是怎麼 可是不可能是旁邊 不可能是玩手遊或交友軟體 真的假的啦 交友軟體是怎樣可以抗發炎 你自己唱啊 自己唱歌嗎 要選唱歌 怎麼也講 選唱歌嗎 感覺比較健康對不對 音樂會死人 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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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會死人 情緒 人家細胞活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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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 A主選唱歌 比出唱歌真的 我本身免疫力滿好的 是 我在家都玩手遊 他有代言手遊 你不是音樂人嗎 而且我真的覺得 玩手遊跟其他兩個比起來 就是你交友軟體跟唱歌 都有可能會講話或是幹嘛 那玩手遊你不用一直講話 其實對某些人來說 交友軟體也是一種手遊 它也是遊戲人間的一種方式 手遊不用講話 不是 攻擊 對啊 有的要吧 我玩的剛好沒有講話 你啊 你都在那邊罵人 多少錢 腳差兩萬錢 28萬 差兩萬錢 手遊兩萬錢 情緒 唱歌 沒有啦 不可能 他真的 不可能 手遊啦 手遊啦 手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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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也知道要唱歌 沒事了 代言這句就有了 我們兩邊還對 唱歌是很好的運動耶 他也討論一下唱歌 是嗎 因為你全身都會動起來 對 情緒是很愉快 當然不能說唱整個 唱到自己掉眼淚 對 老大人不會 都唱歌要唱 而且用腹式呼吸 你那個運氣 你其實是一直在運動的 英國坦諾腐式癌症照護中心 黃家音樂學院合作研究合唱 對癌症病患的幫助 研究人員發現 受撤者在練唱一小時之後 體內的壓力 荷爾蒙顯著會降低 而免疫細胞因子數量增加 使身體更有能力對抗疾病 也間接證明了 紓壓對健康的重要性 因為唱歌就是一種紓壓 對啊 然後三五好友在那邊唱啊 放鬆 跟著接著 第四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擇 請出題 慢吞吞的網速 絕對會把人逼瘋 請問哪個經濟大國的網速 竟然出奇地慢呢 這三個國家是很先進的 結果還有出奇地慢 是美國比較慢 德國比較慢 還是日本比較慢 即使開始 哪一國的網速很慢 鮮色了吧 我覺得不是德國就是美國 我覺得如果美國 我覺得網速還可以 我覺得日本不可能 你每日去我都覺得還要 因為是亞洲是很忙的 不可能賣 所以你覺得會是德國 你沒去過德國 他會是德國沒讓我 德國嗎 好 相信你 好 我們選德國 因為我們都沒去過 不知道他的 倒數計時 10 9 8 7 可以不插好嗎 我要插嗎 有 現在要插花 好 A組選德國 B組插花組請講 你們選德國是不是 對 那就德國 太明顯了 很明顯 很明顯快這樣 小插嗎 小插 我們先講 我們有田野調查 因為我自己美國跟日本 我都剛去過回來 其實網速都是快的 德國登輝哥說他在那邊 要用那邊的網路申請什麼Wi-Fi 都不給他申請 所以表示那邊的網路 可能他其實比較困難 對啊 認證東認證西的 對 日本是隨臉隨上的 對 好 德國多少錢 1到5萬 1萬9 現在26萬 26萬 差1萬德國 小插德國 請檢 德國 3 2 1 5 5 5 對 對 德國是歐洲最大的經濟體 當其他國家在想如何 將手機系統升級到5G的時刻 德國還卡在3G 為了3G 主要為什麼會出原因呢 德國電信為了省錢 認為修復和改善就有的 銅攬系統 才是德國應該做的事 導致德國只有不到2%的寬頻 連接由光纖系統傳輸 才讓德國的網速 遠遠落後其他先進的國家 差很多耶 人家已經在光纖了 他還在同浪 可是這個國家還是很進步 對 這個國家真的很有素養 工業 街上都不按喇叭 所以他們有耐心喇叭 網路等那麼久 等那麼久 他們還有耐心 他們就喝啤酒 看踢足球 真的喔 但是德國的精密工業還是很厲害 對 第五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請下 請出題 學外語讓出國旅遊時溝通更容易 除了常見的英語之外 請問哪一種語言是相對最容易學的呢 計時開始 三種哪一種 除了常見的偏語 日語你會嗎 我覺得法語應該滿的會不會是 我覺得是法語吧 日語不好學 所以法語比較簡單嗎 而且是日語不普及啊 那泰語呢 泰語也不普及啊 對 而且 法語還不普及啊 應該是法語吧 法語有一些歐系的國家是非常法 對喔 他們好像會什麼法語的人 然後就會其他的語 應該是法語 應該是法語 相對最容易 比較相近 對不對 倒數計時 他應該不會出語 8 7 6 5 沒有超過 那直接剪囉 請剪 5 1 3 2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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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強喔 好強喔 怎麼會是法語好學呢 法語是大家很迷人 有意外 對啊 英國研究了 做全球二十熱門外語統計 最難的就是我們每天在學 中文當然最難 對 要熟練需要花兩千兩百個小時 法語相對簡單 只要花到五百五十個小時 就可以熟練 差很多 四倍啊 對啊 還是我們只要 還是我們只要 他在發音好了 他在講 好來 接下來進行第六題了 請出三個答案選項 1 醫師幫病人開藥方 2 教鄉下人學音樂 3 叫男生去煮菜 請出題 成語 殺雞煙用牛刀 形容一個人大才小用 請問典故中 是指什麼事情大才小用呢 他一定有故事延伸這個 但這個故事是 醫師幫病人開藥方的故事嗎 還是說 教鄉下人去學音樂故事 還是叫男生去煮菜的故事 才會產生 殺雞煙用牛刀 計時開始 請問典故中是 我不知道耶 他醫生本來不就要幫病人開藥方 叫男生煮菜的嗎 他只是典故耶 典故就是 出了這個成語典故 那應該就是 可是因為以前的男生 不就是難讀外嗎 沒有 我覺得應該是 醫師幫病人開藥方 如果就是典故 醫師幫病人開藥方 是正常的 本來就是應該的 那如果 因為以前的男生 以前的人 是不是都女生煮菜 對 這樣子 以前男生去煮菜 對 因為以前男生要出火 做一些其他人 那很多坎材什麼 然後你這樣做就這樣 就要殺雞嘛 他要殺雞嘛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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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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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為什麼 就問一下 那個論語啊 洋貨篇提到 孔子到山東的五成縣去 五成縣觀是孔子的學生子游 孔子聽到了到處都是 玄歌之聲之後 玄歌之聲是什麼意思 就音樂啦 是到處都是有玄歌之聲之後 就開玩笑對子游說 殺雞焉用牛刀 何必對這種小限用禮樂教育呢 子游說是因為老師您說過 人民接受的教育就會有仁愛之心 互相敬愛有利於國家 所以教育就不能有沉香之別 也就是說現在大家說要學英文 有教無類 好 蘇打請 加油 加油 第六題請出是三個答案選擇 一 高麗菜 二 洋蔥 三 薑 請出題 要把玻璃擦得亮晶晶真的很難 請問用哪種蔬菜擦窗戶 竟然就會超乾淨呢 是高麗菜 洋蔥還是薑呢 計時開始 好難喔 這是從玻璃嗎 好酷 蔬菜擦 高麗菜嗎 我真的是生命中第一次拚到 我也是 我也是 我覺得應該不是高麗菜 高麗菜有沒有什麼奇怪的意思 一定有莫不王 應該是洋蔥 洋蔥嗎 洋蔥嗎 那洋蔥是砂菌 那就是洋蔥啦 光玻璃砂菌 不可能用薑吧 薑是砂頭 不可能 對 怎麼會 那已經是隨便換掉了 我覺得應該就是洋蔥跟薑吧 對 洋蔥跟薑選一個 倒數計時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沒有猜花 直接剪 選好了就剪 請剪 好 洋蔥 三 二 一 高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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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這一組真的滿厲害的 家事達人表示 由於洋蔥的致意具有黏膜性質 可以利用黏膜去除髒污 但精油抹不擦拭 即可抹去玻璃上的髒污灰塵 大家要注意喔 利用洋蔥擦玻璃時 要趁洋汁呢 尚未乾掉時用清水擦拭 防止汁液在玻璃上停留 如果時間太久的話 會造成玻璃上流有汁液 來回擦拭的痕跡 它反而會吊在上面 吊在上面 要快就對了 對 接下來第七題了 答對可以協商了 答對就好 請出示三個答案請問 一 硬實症 二 長期便秘 三 膀胱無力 請出題 人老了 容易有許多慢性病發生 根據美國研究 有哪種症狀的老人 最容易罹患帕金森症症呢 它是有厭食症還是長期便秘 還是說你膀胱無力的 比較可能會罹患帕金森症 計時開始 這個真的是錯 對 膀胱無力 有啊 竹珍姐說他覺得是膀胱無力 為什麼 為什麼 膀胱無力的人 因為我的家人膀胱無力 你然後呢 他們有這個 他有嗎 我有個家人有膀胱無力 然後他有糖尿病 糖尿病好像跟他 不是問題 他有趴金症症有關係 有啊 有啊 糖尿病跟趴金症症有關係 好像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不會是厭食症的原因 是因為沒有那麼多人有厭食症 9 8 7 膀胱無力喔 6 膀胱無力喔 沒關係 可以 請檢 膀胱無力 3 2 1 長期便秘 太可惜了 長期便秘 還不出去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發表新研究 發現腸道菌群的變化 可能導致運動機能惡化 而運動機能惡化是巴金症症 主要的症狀 此外 75%的巴金症症 病患有腸胃道的問題 最常見的症狀就是便秘啊 根據統計65歲以上 平均每100人 就有一個人罹患了巴金症症 一般人若不明年因長期便秘 半夜做噩夢拳打腳踢 嗅覺不靈敏 成年憂鬱等恐是疾病前兆 一旦同時存在罹患病風險高達六成 要小心警覺 一定要看醫師 登輝哥小心 去做調整 對 我三個狀況都有 B組有25萬 25萬 請就位 B組有25萬 要五題喔 大聲討論 第一題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1.台灣拉麵 2.台灣烏龍麵 3.台灣大阪燒 請出題 日本近年吹起哈台風 請問下列哪一種食物 是台灣吃不到 在日本才有的獨創料理呢 是台灣拉麵還是台灣烏龍麵 還是台灣大阪燒 即使開始 我們日本通 就是台灣拉麵 在明谷屋那地方 就有一間台灣拉麵 它叫淡淡麵 但它那個東西其實只有在日本才有 它是因為主廚是台灣人 在那邊做的 但其實台灣完全是 陶平你是日本通嗎 就是台灣拉麵 所以如果你選錯很丟臉 也是可以 所以你覺得是藍色是不是 藍色 我不知道啊 那就是你要盛政有事 還不相信 沒有啊 台灣烏龍麵 台灣大陸都沒有這聲音 藍色喔 他有人說吃過台灣拉麵 5 4 3 5 請點台灣拉麵 3 2 1 日本小王子 就是明谷 今年在日本吹起一股哈台風 當中有一道明谷料理 叫迅速爆紅 它就是台灣拉麵 台灣拉麵發想於1970年 起源明谷是一家 叫做未鮮的台灣料理店 老闆的郭明悠 將台灣小吃淡仔麵 四川辣味的結合在一起 台灣當地雖有四川風等辛辣的麵類料理 卻不存在同樣的雞心拉麵 所以台灣拉麵被視為明谷物的特產 對 好妙喔 味道不一樣 COO 只有獨一無二的 對啊 第二題請出示三個答案選擇 一 腳踏車不孕症 二 腳踏車臉病 三 腳踏車粗腿症 一個是騎久了會不孕症 對 一個是騎久了臉會變圓吧 臉的疾病 是喔 這個我都搞不懂了 來看請出題 十九世紀腳踏車剛發明時 什麼病是當時醫生認為 騎腳踏車容易得到的病呢 是會不孕症嗎 還是腳踏有一種臉的病 還是腳踏車有出腿症 即使開始 好難喔 你的臉病到底是什麼東西 臉是因為 還是因為我沒有擋的 很容易烤轟 那如果這樣不一定是腳踏車 有可能是摩托車什麼 我覺得比較 如果在歐洲國家 你的臉在外面烤轟烤到 你的皮膚可能會嗎 可是這樣路人不是更容易嗎 路人也是烤好 我以前是有被笑說 腳踏車我都會用臉搭車 那是因為你個人 我覺得不是不孕症吧 應該不會不是不孕症 我反而覺得我是不孕症 可是十九世紀 感覺不會是不孕症 不孕症感覺是後期 所以會比較發生 那就不孕了喔 是嗎 因為我覺得不是的都會醉 還是臉病啊 你覺得不孕症 臉病 我是不孕啦 我是覺得不孕症 所以 聽日本話 日本通知 我不知道 真的是臉病 臉病是什麼 十九世紀末的醫生們 認為騎腳踏車最大的危險 不是被車撞到 而是所謂的腳踏車臉病 這個症狀在女性身上 又會有特別明顯 腳踏車臉的症狀是用力過度 在車輪上坐得直挺挺的姿勢 還有為了保持平衡 下一次用的力氣 會有可能讓臉長出了 筋疲力盡的腳踏車臉 不過1890年末期 因為沒有確切證明這種病存在 這種荒謬的病 也就逐漸被遺忘了 很荒謬喔 什麼荒謬啊 沒有啊 就像你吃檳榔 吃到這個腮胖怎麼會變大 檳榔臉被變大 你可能 你可能 咬下去又拉拉拉拉 你的臉被變形 因為你其他人很緊張 可能會拉啦 他沒有證明啊 這個東西沒辦法證明 結束了 來 謝謝大家 第一題 來 第二題的參與 新作品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的新單曲 在各大音樂水平台都可以聽到啦 多多支持 是 支持一下 還有這個新的戲要上映 3月27號 中式見識英雄正義之戰 你們二 一起播幾個小時啊 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 好 今天我們送你 是百夫長旅行箱 以及我們的歐姆榮體重體指記 打開衛視中文台 歡樂亮起來